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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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王老师坚称 顺丁锡二酸氧化后就没有毒性 但携旗加工后的面粉拿去化验 却验出顺丁锡二酸 两者明显有差异 追溯毒淀粉供应流向 携旗至本厂供货给下游的携旗淀粉 再批货给旗旗修饰淀粉 下游的玉圆 地瓜圆 还有天佑食品的关东煮黑轮 长盛慈慧食品的冷冻黑轮 以及散装天妇罗 而清场粉航的黑轮粉 做成旗鱼黑轮 销往屏东原味家 解放推测 王老师修饰淀粉的配方 极有可能就是从携旗外流 做成危害大众的毒淀粉 卫生局已经对携旗开罚13万元 并将公司移送法办 全台美食接连沦陷 减掉药从下游往上追 救出让毒淀粉扩散的黑心厂商 追求老根张黄佩儒 SQ小组 看能不能 到底所谓的敌传的 所谓的弟子是携旗公司吗 现在所谓的毒淀粉的散播源头 就是携旗吗 这么多的厂商 其实陆续都已经被 相关的卫生单位给揪了出来 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 还是带大家来看到 整体事件的源头究竟是谁 王老师做了研发之后 谁把它拿在不该用的食品上头 这问题要怎么样的处置 根据食品卫生管理法 就能够来达到恶主的一个效益吗 我们来看看这张 食品的一个流向图 毒淀粉的流向图 到底关键人物究竟是谁 那我们今天来看到 我们昨天带大家来看到 连程石化 这是石化公司 但为什么今天源头上都多了一个性昌化功能 原来性昌化功能 要做这个所谓的一个 这个顺丁二乙烯 那么这个部分 也是请到了连程石化来制作 那么是请它制作之后呢 出现了顺丁二 锡二酸等的化学原料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连程石化 是一个原料的盘商 它是个盘商制作 做出这样的化学原料之后 按理说它应该用在化学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用到食品里头去 接下来它这个盘商之后呢 把这个原料给了 卖给了和美企业 惯想企业 以及台容工业 他们算是这个化工原料的经销商 到目前为止 好像看似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都还在做 用于化学的范围当中 但是这三家经销商 接下来卖给了谁 卖给了携旗 淀粉厂 外道的淀粉厂 那这淀粉的东西最后给谁吃 好像不是继续用在所谓的化学范围当中 而是给人吃 已经进到食物链里头来了 于是给了携旗淀粉厂等八家 于是我们看到这里 顺丁锡二酸 化制淀粉的制造厂商 就是这八大家 于是出现了化制淀粉的制造商 而这些化制淀粉 最后还真的来到了食物链里头 我们包括了頤和淀粉 丙仪商行等 一共现在被点迷到的 有16家的这些 卖各种淀粉的厂商 于是他们把这个化制淀粉开始进行了销售 销售最后来到了哪里呢 来到更下游的 包括就是各种的食品行 食品公司了 那么这头包括这些的包装产品 然后继续的负责来做包装产品 产品于是产生出来 生产出来就是我们现在被点迷到 不管是欧嫩也好 那么是哪来制作的粉圆 欧嫩都好 或是他在前面的这些原料 化制面粉已经成为了 这个肉丸的饼皮等等 看到这样一个流程看来 我们首先今天要请的是黄委员 好 我们要看到这里 关键业者究竟是谁 大家说这个 使作俑者叫做王东卿老师 这个化学老师 但一路看来 制作化学人要研发了这样的一个技术之后 但重点是为什么有人会把它放到了 所谓的淀粉里头去 然后吃到我们的肚子里 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 应该是和事务罪怀必起罪 就是说这个发明 这个顺宁锡二酸的这个王老师 你可以看到他发明这个东西 他没有说一定要添加在食品使用 就如同我说 如果说的比较早一点 诺贝尔发明火药 那现在引起这么大的战争 然后诺贝尔要被抓出来编尸吗 我觉得也不见得必然 所以很多工业用的东西 包括工业用酒精 工业用酒精 谁是发明工业用酒精 甲醇的人应该要受到处罚 也不是啊 所以说应该 发明农药的人 其实这些东西都不应该使用在食品 所以重点是在使用者 谁把这个工业用的用品 谁把这个对人体可能不是很好 或甚至有毒性的用品 用在食品里面 那显然看起来 这个制造者 制造这个工业原料 化学原料的人 这个制造器 销售化学原料的人 这个部分应该是还好 可是问题是食品厂 食品厂尤其淀粉厂 因为其实淀粉厂也不见得 完全是用实用 因为淀粉有时候有工业用 其他用品 所以说他们什么时候把它添加到 这个食用的这个淀粉里面 我们就要最终到这里 那当然这个化学原料经销商 他人家讲说 那你为什么这些化学原料 你人家淀粉厂跟你买 你就卖给他 可是其实坦白这样 这部分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 商业上的一个伦理 或商业上的说 如果说工业用品 通通不能流入到食品 食品行或食品工厂里面 如果这样的一个法制规定的话 那才是说如果没有的话 他要卖给谁 你还真的很想 比如说工业用的色素 然后怎么会添加 过去台湾的食品 食品安全案例 太多太多 可以说煮饭不惜备债 工业用的色素 可不可以放在这个 这个食品里面添加 也不行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在这个时候 继续教训的话 大家记不记得 两年前的这个塑化剂 如果这个塑化剂的事情 再在毒淀粉里面重演 然后未来 再在其他的这个 工业用的添加物 或是不应该添加食品 添加物 再继续重演的话 那我们觉得 其实民众的噩梦 还是不会结束 所以我们现在看来 委员也认为说 应该就是这些 所谓淀粉厂商 把这个所谓的 花质淀粉买回去之后 还把它放在 食用的淀粉里头 继续做这个 下面的一个 一些食品原料的原料 那么现在制作出来 食品于是现在被验出 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了 大家吃过的欧蓝 常常吃的 不管这个叫做粉圆也好 还是这个霸丸也好 吃到这边 现在真是心中 非常之痛苦 因为这十来年来 大家不知道 下毒了多少东西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了说 背后的关键业者 在这其实层层分明 应该很清楚 现在政府 你应该抓的是谁 我们现在唯一有被裁罚 叫做协旗淀粉厂 13万 就罚13万 那么现在还在 持续的化验当中 包括了三进 迦南 企业 还有这个申保 贸力等等 当然说 接下来只要查化验 结果出炉 他们也确实用了毒淀粉 当然也要被罚 但罚13万 只有13万这样的罚则 到底够不够 所以我们刚 待会儿继续要谈的就是 现在的法令规定 是不是太轻 所以我们业者 完全都不害怕 这十多年下来 省的成本 让他卖出去的原料 赚了多少钱 何止13万的N倍而已 好 所以我们看到 这是追源头 一定要来追 但吃下肚子里头去药 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赶快要请教营养师 大家会说 都吃这么多了 搞不好吃了十年了 很多天天把它当主食 午餐或宵夜都好 但吃下去肚子之后 今天这两天 有这样的讲法 可能会洗肾的 听得好 还害怕 那有人说 不会洗肾 没那么严重 有人说要多吃一些 鸡皮猪脚 叫做什么 肝胺酸 所以可以代谢 有人说喝水就好了 所以营养师告诉大家 这该怎么办 这边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还蛮是蛮担心的 尤其是对洗肾的病人 尤其他用在成本身上 因为在我们在医疗 在临床上面 我们都常常建议就是 肾功能不好的病人 就是你多用成本 少用面粉 那你多用的成本 反而是增加肾脏负担 我可以请教成本是什么 成本的话 它是跟我们一般 淀粉比起来的话 是属于是蛋白质 比较少的一种淀粉 对肾脏病病人来讲 我们当然就减少 它一些蛋白质 不好蛋白质的来源 对 它本来肾脏功能 已经不好了 它又用了成本 所以这个是我们 比较担忧的 那如果说 像我们一般的成人来讲 因为它 这个东西本身 它是一个水溶性的东西 所以你多喝水的话 其实是容易把它代谢掉 不过现在担心的是 因为我们现在国人 喝的水太少了 对我们国人 喝的水太少了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希望就是国人 还是回来就是多喝水 那因为我们身体 自己本身是有一个代谢功能 但不过 但又回来又想到 就是说我们可能中午吃肉丸 晚上吃all end 所以你的毒素 其实就很容易是 其实是over的 你今天吃一个肉丸 是没有over 但是你今天可能是 整个加下来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加成作药 对所以可能就是 我们尽量在选择 上面还是这样 以天然的为主 尽量减少加工成素 加工越少 它添加物越少 对 但对一般观众来讲 那麦娃不是常常叫手工吗 有的偶然也说是手工做的 就算机器做也不代表 它不是天然 所以说 我其实说实在 对营养师你们来讲 食品跟食物 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 那观众朋友要怎么分辨 基本上我们建议就是说 如果食品 如果是加工过后的食品的话 它是添加了一些添加物 就用了一些化学的方法 比如说 本来是植物性的油脂 加了加工之后 氢化之后就变成植物性的 它就变成反式脂肪酸 这样子一个加工过程 所以基本上 我建议就是说 如果能够从 越天然越好 越少加工的东西越好 天然越好 那是怎样叫做天然 观众朋友现在在选择 食物上头 恐怕真的要特别去注意 虽然我们常常说 这个叫手工的肉根也好 但是现在其实 我们现在来发现 里头居然还要添加这么多的 不管什么粉 什么东西在里头 所以说对营养师来讲 这都不叫做食物 都是属于食品等级的 加工食品了 那么已经吃那么多年下来 所以营养师 你还是建议多喝水 而且是指白开水 是白开水 千万不要再去 比如说喝些饮料 饮品那些东西 基本上来讲 对身体的代谢来讲 是没有好处的 反正有时候 看喝个珍珠奶茶 反正又增加到 毒奶的 毒淀粉的部分 所以这还是以开水为主 是最好的 没有错 这个毒淀粉 珍珠奶茶 这个不久前才来说 那个糖分实在太浓 太高太高 现在连珍珠都有问题 吃了这么多糖精薰 那热量太多 也加重了一些代谢的负担 那么现在连这个珍珠 也都有淀粉的 毒淀粉的问题 吃下肚子里头去 我相信很多人 像夏天到 天天喝珍珠奶茶的人 还真是不少 但这个时刻 如何让珍珠奶茶 让你吃的安心 恐怕呢 或许这时候 大家可以好好想一下 整体毒淀粉事件 我们知道相关要追究责任 要追 相关的这个预法 要赶快进行 当然我们关于 我们班消费者 很重要是我们的 饮食习惯的调整 这当然也是 很重要的关键之一 所以这两天 出现这样的声音 天人雄后 什么叫天人雄后 大家可能好好去想一想 那么在吃的部分 我们要来做这样的微调 赶快做调整之外 当然重点是 最近事件风暴 还在持续当中 那么多年下来 大家吃了多少 自己都已经很难去处理 很难去计算了 那该怎么办 那么现在说这个王老师 是一个所谓的原料的 这个一个添加剂的发明者 但是现在是把他拿出来 发扬光大 最后结果是 害了大家的一个身体健康 所以我今天要请教进来 那么好 这个添加剂已经出来了 王老师发明 他说整体事件发展 到现在他简直是替死鬼 我原本教我们要这样子用 原本照我的步骤 好好地用 于是现在呢 做出了这样所谓的 毒淀粉事件 让大家真的是大受影响 好 所以现在最新消息说到 王老师恐怕要 接受他的责任很难 40年前的事情了 那么现在呢 要接受谁的责任 我们刚刚看到了 这么一关一关卡下来之后 到底谁该负最多的责任 而现在我们的 相关法律领头的 规定的责任 我们刚刚说 协旗公司也才发13万 也太轻重了吧 你从卫生主管单位 去谈这件事情 他说这是违规 他只在接下来讲违规 不是毒物 他特别在这边界定 所以他是添加了 不该添加的事情 他跟塑化机又不一样 塑化机他把它界定为毒物 因为他这里 所有的卫生主管 机关都告诉你 他没有疾毒性 他不会影响你的生殖 他不会影响你的基因 他在这里面 直接把它界定了 它是一个违规事件 所以很清楚 他不会用比较重的法令 去做相关的处理 他在这个态度上 已经非常清楚 我们看到主管机关 在这里面 这里面还有一部分 是他自己的责任 因为这件事情被延宕 所以我认为这里面 你不能说他官官相互 或是官商相互 但是他有一个连结关系 很清楚的到目前为止 包括6月1号开始的 那个所有的作为当中 他都在这里面 做了一个损害 损害的控制 那个损害的控制里面 都把它告诉大家说 他对你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他对你不会有太大的伤害 跟所谓我们医界 跟营养食品界所出来的 这个意见是完全相反的 那在这里面 这个责任应该要往前去追溯 这个追溯我觉得 都应该用一个审慎的态度 但是现在的医政机关 是不是这样的态度 包括官庙这件事情 被新加坡查出来 这个事情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但他认为 官庙面这件事情 不需要再做处理 他只限定了8样的 这样的一个食品 就是现在天气很热 昨天35点 今天恐怕也 也是非常的热 所以假粮这件事情 非常重要 那假粮这些产品 大概都在里面 所以他今天的重点 是放在假粮的相关的产品 不管是偶遗粉圆 还有昏贵 相关的事情当中 可是还有周边的事情 他怕他全面性的蔓延 他在这里面 只做了这样的控管 官庙面这件事情 我还是要讲非常严重 那这件事情 他如果不处理的话 后续所引爆出来的问题 会更大 那我要说的是 这件事情很重要的一点 王老师有一个非常大的责任 因为他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有申请专利 他就讲的叫做食品 用修饰淀粉的制造方法 的专利技术 他就是在谈一件事情 就是Q跟弹 吃到你嘴巴里面 你不管是咬粉圆 不管是咬那个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肉丸 那个皮 都是要Q跟弹 那个Q跟弹一咬下去 哇你在嘴巴里面 他的舌头跟牙齿之间的 那个弹劲 那是你要的 所以他才要去做 这样的研发跟发明 他也是被厂商要求的 所以那个是直接连接的 没有什么好说 他的发明就是为了食品 这是很清楚的动机 那用食品下去 发扬光大 从粉圆然后到各种的 这个淀粉制品 这是后来大家看到 可以用这里 也可以用那里 也可以用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它都让你的口感 因为粉圆碰到冰这件事情 照理说偶一碰到冰 会是硬的 我们咬下去是干涉的 是不喜欢的 我想早几年 我们吃的时候 是觉得真的不好吃 可是这几年 所有的东西都好吃 因为他就是咬在嘴巴 我刚刚讲的 他在里面Q弹 在直接在牙齿 在舌头当中 你会觉得 那个Q感跟Q弹的 感觉非常好 那我要讲 这一路上以来 这样的一个 习以为常的事件当中 统统不把它当成事情 刚刚营养师在这边讲 我非常担心 其实很多的小朋友 今天大家不是大人外食 是小孩的外食 中午吃关东煮 7-11最方便 大家吃关东煮 然后隔壁买一个珍珠奶茶 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然后不是叫吃饭 吃饭这件事情 在过去大家真的要吃饭 现在不是 他的所有的menu给你看 你去小吃店 你可以吃面 可以吃板条 可以吃米粉 所以这里面 他在这里面处理的状况当中 你的选择性 还有那个所谓的正餐 跟所谓的我们吃点心 那个分剂是越来越不清楚 所以你刚刚在 营养师在这边讲 我觉得非常的担心 因为它非常容易过量 那个过量是你不知不觉 所以大多数人 我认为大多数人 都很可能他在饮食当中 非常清楚 也非常容易的在过量 因为不知不觉 这些食品当中 统统添加了 好 而且你早就吃到 大家肚子里头去 这个量是不是 现在我们讲的 欧盟讲的是 人体的耐受度 大概一天是30ppm 但是这是指60公斤的成人 那我刚刚金兰兰特别点到 如果我们的孩子 在外头这样子吃 刚点到这样一个吃法 或许家长 我觉得很心惊 因为真的 不只孩子这样吃 你可能也是这样子吃 那该怎么办 那么现在说 喝水还来得及吗 到底会不会引发是 现在有人 另拜担忧的 所谓洗肾的问题 这后续的发展 真的是没有人 可以给你一个标准答案 但是我们在 关于关妙面的部分 刚刚最新中文的消息 再度送宴的结果 已经出了 是完全没有含毒淀粉的 但为什么新加坡 会验出来 这边要怎么样 再继续做后续的处理 我们可以来关注 接下来我们来请邱玉委员 我们来看到说 到底这个王老师 当初的发明 有人说他是始作俑者 有人觉得他是最恶劣 但他觉得他是替死鬼 关我什么事 我都没有逼你 去把它用到淀粉里头去 那么现在这个制成的过程 邱老师也学化工 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 这个过程当中 哪里有问题 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出来 到底是不是真的 没有毒性吗 我看法可能跟刚才韦泽 有一点不一样 我认为这个携旗 还有其他的制造商 经销商 当然有 无可规避的行政责任跟法律责任 但是王老师的责任 绝对无法规避的 今天王老师是最早把顺丁锡核酸 用到淀粉上面 他自称他的研发 可以成为修饰淀粉 可以口感比较好 可以降低成本 那么可以更好卖 那么当然会受到淀粉厂的欢迎 因为这个修饰淀粉出来之后 他势必会引起更多的买家 会有更大的市场 而且成本还可以降 所以王老师这个发明 他所谓的修饰淀粉 你当然在市场里有出入 他自己过去都成 自己成立一家公司 都准备做这方面的一个商品化的行为 所以今天王老师的责任在哪里 王老师今天当事件发生了 他还在呼啰大家 他说这一种所谓的顺基锡核酸 如果经过了氧化 经过了还原 经过止化 经过离结 变成所谓的修饰淀粉 变粉如以后 他认为已经没有毒了 但是任何学过 王老师他是高中的中学的化学老师 但是我真是觉得 他化学到底练到哪里去了 因为这几个过程 其实是不同的化学反应 他把所谓的氧化 把这个子化 把还原凌结这些所谓的化学反应 把它纠缠在一起 然后就说出来是无毒的 这个根本不符合我们所谓的化学实验出来的结果 他当然是有毒的吧 过程中添加了什么 对 所以今天王老师必须 是已经交代得更清楚 他整个的流程里面 他当时在协旗公司 协旗电门厂做技术指导 然后把这一套东西交给了协旗 到底最后协旗 把它制作出来的修饰淀粉 然后把这个配方卖出去 到底跟王老师当时所听受的内容一不一样 但是王老师绝对无法规避 他要负的责任 但是我比较遗憾的是 我们的食品卫生管理法里面 只规范业者 而王老师不是业者 除非说他当时他有个公司也有责任 可是据说那个公司并没有生产销售任何的产品 所以他也不是业者 那不是业者 王老师不是业者 那时间又过了追溯期 那王老师要负什么责任呢 所以我们的整个食品卫生管理法 真的有很多的肉动 刚才讲到的 那这些厂商协旗罚13万 因为他的行政罚就只有3万到15万 那要罚多少呢 还有没有法律责任 那今天没有标示安全证明的 最多是伪造文书 登彩不实 好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整个的法律上是有问题的 这个立法带动 我觉得最大的责任 应该在卫生署的主管单位 就是食品药物的管理局 是好 我们谢谢邱委员的一个说明 所以说这个立法带动 以至于现在的结果是这样 到底来不来及亡羊补牢 那亡羊补牢的过程当中 刚才我们看到 法要怎么一个修 当然接下来要修了 礼拜四要送 要开始来审了 但是呢 这过程当中 是不是像刚刚金兰分析的 其实呢 是想尽办法做损害控管 于是缩小的范围 这样做到底就对还是不对 我们先休息片刻 我们待会回来继续分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